夜貓子 夜貓子的油漆組合 就是它的吊燈 它的吊燈超美 這個燈美的地方就是 它的裡面燈片的地方 你是可以隨意調整它的角度的 其實我們自己的就是助理啊 其他夥伴同時來到現場的時候 他們也覺得深色空間 感覺真的還蠻舒服的 家對你來說是什麼模樣呢? 對這次的屋主來說 是在無數個飛行的日子 見過來自不同地方的人 看過世界各處的風景以後 能夠安定自己的地方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這次的空間吧 這次的風格呢 其實就是以黑白灰色系為主 這一開始也是 算是屋主的要求 因為他自己覺得 就是黑灰色系對他來說 會是第一個是比較有質感 第二個也是可以讓他覺得 比較放鬆的一個空間風格 所以這次呢 不論是油漆啊地板啊 甚至到我們待會看到的家具 大部分都是以這三個顏色為出發 那雖然是黑白灰色系的搭配 但是其實在油漆顏色上面 我們也做一些小細節處理 其實這個空間總共有三種不同的灰色調油漆 那我們從玄關再往裡面 其實從深的灰色再往淺色灰色去 那其實可以看到我們在玄關跟廚房的這一塊的天花板 是比較矮一點點的 那雖然天花板已經比較矮了 但我們又刻意漆了比較深的顏色 所以再往裡面走的時候 從深色轉移到淺色 並且比較高的天花板 反而可以讓空間這個主要活動的區域 感覺起來更開闊一些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油漆顏色之所以好玩的地方 那其他呢就像是在書房區跟床頭的地方 另外漆的深黑色的油漆 就盡可能再把它的各個使用區域再劃分出來 我覺得這個就是油漆很好玩 而且很實用的地方 這個油漆推薦給觀眾 好來推薦一下 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像這樣黑白灰的搭配組合的話 滿推薦夜貓子的這個油漆組合 大家可以自己再上去看 那我們其實在之前的那個有點電競風的那一個書房裡面 就是用黑貓子的 黑貓子 夜貓子 夜貓子的油漆組合 那如果觀眾很想要做這種深淺變化 還有其他顏色的油漆可以推薦嗎 其實我覺得深淺變化各個顏色都都蠻可以做 但如果你一樣是喜歡這種黑白灰的搭配 但你又覺得全部都是黑灰色太無聊的話 我覺得深灰藍其實也是一個蠻值得去這樣子玩 顏色的一個色彩組合 比如說像是從很深的深灰藍色 然後再到就是中性一點的灰藍色 再到淺灰藍色 一樣可以去做到很好的區域劃分 它整體搭配我們現在所有的夾具 我覺得也會是很適合的 那其實綠色就是從深灰綠 綠色到淺灰綠 這樣子的顏色變化我覺得也會蠻有趣的 了解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一起去帶觀眾去看吧 從懸關開始 其實懸關我覺得一開始可能可以先看這個鏡子 這邊呢就是在門後面的這一道牆 其實我覺得正面有的時候會是大家忽略掉可以利用的地方 你可以放比如說衣帽掛鉤啊 或者像這樣做一整面的鏡子 我覺得都會是蠻好的使用方法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就是用灰鏡 因為它看起來的話整體也帶了一點點黑色感 所以就跟我們的黑白灰的空間比較好做搭配 然後旁邊這邊呢就是它的小玄關區 玄關的鞋櫃其實就只有這樣子 因為這邊真的是它的短柱空間 所以它在這邊存放的雜物或是生活用品真的不會到太多 所以這個地方呢我們就是用比較窄一點點的這種斜方式的鞋櫃收納 它就可以盡可能的縮建你的玄關區域 但它一樣有就是兩個大抽可以收納 上面有檯面可以放這種就是玄關小物 然後在右上角的地方呢我幫它架了一個壁燈 那這個壁燈呢就是可以讓它回家一進門的時候 先稍微有一個燈歡迎它的感覺 然後有沒有看到這個 超可愛的 那這個是屋主說他朋友訂製給他的熊 因為他是飛行員嘛 然後他就當上飛行員之後 他的那個朋友就訂製了這個給他 我覺得超可愛 而且來的時候發現他就被他放在玄關 我覺得超可愛的 放在這很適合 玄關櫃旁邊呢這邊我覺得算是它的小餐邊櫃 你也可以說是電器櫃 檯面上面呢其實就放了一台它的 看起來是多功能的 微波爐加烤箱加氣炸鍋的小家墊 其實我覺得屋主他真的是一個非常喜歡 多功使用的一個人 所以待會我們可以看到可能茶機啊 電視啊甚至他的電腦桌 你都可以看到有一些些他就是在意的點贊 然後這個地方呢就是除了檯面上 可以讓他放小家墊之外 上下其實都有蠻多的收納空間 可以讓他做使用 那像這邊就可以放一些什麼口罩啊 酒精啊等等 然後上下就可以放他的其他乾糧 接下來呢就是我們的廚房區 因為真的是短住空間 所以他對於廚具的要求沒有到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大小呢我們也沒有到非常大 盡可能把空間保留給其他東西 那其實這一整座 他一樣是黑白灰色系的搭配 然後我們也稍微挑選了 有一點點像這種防水泥質感的門板 然後旁邊就可以看到 這是屋主挑冰箱 是超美 黑色漸層 就很適合這個空間啊 所以大家就知道他買的東西 就決定了他喜歡什麼樣的風格 然後再來我們就可以來看客廳區 再來呢就是我們的客廳區 其實剛剛有提過就是屋主他還蠻喜歡多功能這件事情 所以其實可以看到他的沙發 他不是一般的沙發 他是電動沙發 他可以就是把他變成那種橫躺式 所以這就是第一個我覺得是還蠻讚的一個功能 然後另外呢就是他的茶几 那茶几呢因為這邊算是客廳區 然後跟我們的廚房區接的很近 所以這邊也算是他的用餐的地方 所以這個茶几他除了是茶几之外 他下方有非常多的收納功能 而且他的桌板是可以往上延伸的 所以他其實坐在客廳的時候 他也可以直接用他的茶几當成他吃飯使用的餐桌 然後另外呢我自己覺得就是 他也算是蠻懂得享受的一個人 因為他除了電動沙發你可以躺著舒服之外 他的電視真的超大台的 就是他的電視 我覺得以一般就是一個人使用的住家空間 雖然是真的還蠻大一台 而且他的電視櫃上面也已經放了他的Switch 很讚的就是視聽設備啊 然後還有PS Pro 所以他基本上一個人待在這邊的生活應該是蠻愜意的 而且這個電視機做的選擇 沒錯就是這個電視我們選的電視架是延伸型的 所以他其實除了坐在客廳區可以看之外 他可以整個往外拉之後 稍微轉個角度 他躺在床上他就可以看電視 再來就是他的工作區 雖然他在這邊我覺得應該不會到真的非常長時間工作 可是就像我們剛剛他挑了電動沙發一樣 他的這個桌子一樣是電動升降桌 然後這次幫他挑的話呢是Fonte的電動升降桌 我自己個人其實真的還蠻喜歡這種有弧形的款式 然後他們家就是不論是可能桌角啊桌板啊 真的有超多顏色跟款式可以做選擇的 所以如果真的有要找電動升降桌 我個人是還蠻推薦 然後另外呢就是可以看到 我們特別幫他再用一個油漆顏色稍微區分出來 其實這就是他今天一整個空間沒有做任何隔間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做到稍微區域劃分的方法 那不只是工作區 其實待會我們在床頭的地方也可以看到 我們都是選擇比較深的油漆顏色 就是希望他在這邊很有一個區域感 我坐在這邊就是用電腦 我坐在那邊就是休息 這樣做區域劃分我覺得在空間跟生活使用上面就會更棒 在工作區的後面這個地方呢 其實就是多了一個收納空間 其實從動線上面來看 我們從工作區往這個地方 就會直接到他的浴室去了 所以這一個多出來的收納櫃呢 除了增加收納空間之外 我覺得也會算是另外一種區域劃分的方法 因為他的高度沒有到非常高 他沒有到就是整個很高的高櫃 所以他其實在空間裡面看起來也不會有壓迫感 但是又可以區隔出一個走道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如果今天 大部分都用軟裝來做的時候 可以參考一個做法 那剛好呢 其實我覺得屋主他也是一個 蠻需要有安全感的人嘛 他覺得住在太大的空間 會讓他覺得有一點點孤單的感覺 所以其實後面這個地方 增加收納空間之餘 也可以讓他的空間多了一個量體 這樣整個生活起來會比較安心感的感覺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往裡面走 這個地方呢 這個動線他其實就是準備要往他的廁所去了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就是他主要的衣物收納空間 那我們用的是IKEA的就是 劈開頭的那個系列 然後左邊三個是高櫃 然後右邊這邊呢是三格大抽 跟下面還有開門式的收納 所以其實整體收納空間真的還蠻夠的 他除了可以掛衣服之外 這個櫃子的深度跟高度 也可以讓他放比較大一點點的行李箱 所以我覺得如果家裡真的是玄關櫃或者是衣櫃 真的要使用 然後又不想要花太多預算的話 這個系列真的還蠻推薦的 接下來呢就是我們的臥室區 那臥室區我覺得最主要先介紹應該就是 他的床頭的油漆顏色 就像剛剛的工作區一樣 我們在床頭的地方也幫他切了深色 所以其實就可以很明顯的區隔出 這個就是臥室區 你來到這邊就是要準備休息的地方 除了顏色的劃分之外呢 床架跟床墊本身也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他這個空間 算是他待命上班的地方嘛 所以休息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所以這次我們床墊呢 我們一樣是幫他挑選了瓦安奈特的獨立桶床墊 然後我們搭配的就是 這一組是仙床組 所以其實整個空間 你如果不仔細看 會發現好像收納空間不多 但是處處都是可以收納的地方 那仙床真的可以收超多東西 如果真的有 稍微小一點點的燈機箱啊 換自己遺物啊 或者是其他雜物 都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然後另外呢就是 我個人很喜歡這個床鋪去的一個東西 就是他的吊燈 他的吊燈超美 他的話呢是在Excellent找到的 就是這個品牌我覺得 真的還蠻推薦大家去看看的 這個燈美的地方就是 他的裡面燈片的地方 你是可以隨意調整他的角度的 晚上燈圈灌的時候 真的很像一個很漂亮的月亮在這邊 另外呢就是有沒有看到 床旁邊的這個小桌子 其實這個小桌子呢 他主要是當成床頭櫃來做使用 可以看到他的臥室區 其實兩側都已經沒有什麼空間了 所以我們如果今天真的 在放一個固定型的床頭櫃 或是你說床邊櫃的話 我覺得就會真的比較卡動線一點 所以我們這次是改用了移動式的 所以他睡前如果真的要 手機充電的時候 可以簡單的放在這個桌上 但因為他是移動的 所以你平常呢 也可以把它移動到可能客廳區 當成延伸出來的桌面 或者是拉到你的工作區 當成你可以置物的平台 所以其實滾輪型的夾具 我覺得在小混蛋 空間裡面也會算是蠻實用的一個做法 那接下來呢 其實可以看到我們這次的 臥室區 我們大部分都選擇比較深色的嘛 像是床頭的顏色 床背套的顏色 甚至到我們的窗臉的顏色 都選擇比較深的黑灰色系 其實也是跟屋主的睡眠習慣有關 他希望就是盡可能都在比較 深色系的空間 才會是讓他可以真的很放鬆的地方 其實我們自己的就是 助理啊 其他夥伴同時是來到現場的時候 他們也覺得 深色空間感覺真的還蠻舒服的 對吧紅人 對我好喜歡這個空間 讓我整個人很放鬆 我自己還蠻佳 就是我們這次用了可能深色油漆 跟深色地板 反而可以讓整個空間 既不會很壓迫 但是又覺得很放鬆 這次暗子呢 我覺得真的是以往比較少見的暗色調 就是大家平常看我們的暗子 大部分可能都會是 比如說什麼挑色風也好啊 或是北歐清新風溫暖木之風 但這次的深色調真的是 就是夥伴們來了之後 看了都非常喜歡的一個風格 我自己也覺得大概這個風格整個 就是身心都會很放鬆下來的感覺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深色調 空間有什麼想法 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 好